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獨孤九劍 在節目現場預祝大家週末愉快 在週五的時間點 大場中場已上漲61點 那我們當然知道是在 美國股市 以及全球市場傳出的消息是 中美之間領導人有 互通電話似乎 對於在接下來 所謂的貿易衝突的 一個氣氛有可能緩解的過程裡面 那壓股 那包含入股 甚至於昨天晚上的美股去進行一個短波談生 事實上 廖師是跟大家說聲抱歉在昨天 因為有一些要是沒有辦法 會壓入自營但是 其實我們在這個週三的時間點就已經 跟大家講空到我們先全數或了解 因為這團四個群 應該已經除了滿足了 我們挺立的一個現象 那這一波應該是有機會正式 展開一個反彈的一個波段 這是在週三 10月31號的時間跟大家報告到的 那 停電條件都滿足了 那 現在只是等待補空之後的反多訊號 是不是成立 那經過了這連續兩天的一個上揚的走勢 週三 週四一個短波 雖然這個漲幅不是特別的強烈 但是很好的一個現象是說 即便週四有一點震盪 但是它成交量維持在1200億 而且在週五的時刻點 你像週目前期的變數還蠻多的 但是成交金額已經放大到1500億 所以我們過去所擔心的這持續推潮量能潮 在極短線上面的這三天 那不論是五日均量 二十日的均量 或者是六十日的均量 都已經初步了站上 所以短線上面是不是可以去挑戰 這個月線的一個反壓 我們持續觀察 不過這五天的一個走勢來講 已經是一個短多的反彈 那請大家注意我現在用的詞語還是反彈 先以反彈來做規劃 因為高檔區的頭部型態 以及你現在所看到的高檔區 總共五條均線現在的一個排列方式 都是高高在上 然後在接下來都是將近這半個年度 都是持續扣底高值 勢必在這一波這個彈升的一個格局裡面 未來還有重重的反壓還要克服 而且最重大的一個形態就是 這個10189這個頸線位 如果這個頭部型態來講 這一波的破線之後 我們先應該暫時有一個心態就是 它是跌升反彈 那甚至於是逃命 看有沒有機會逃到這個頸線位 然後去做一個解套出場 而正式要開始這個所謂一個 西波的一個主跌斷的一個可能性 那當然也有可能是 至於我們所講的是大ABC結束之後 那所以我們一步一區掌握 這樣一個可能性跟機會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接下來的震盪二浪一個回撤 我們需要看到的是這個 接下來的345波可以拉上這個 10189的一個頸線位以上 好那所以先定位為類似一個B波 或是四字A的一個反彈 假設有這個4B的震盪回撤的一個時間點 我們再來去走這個等幅 那從9400到9900已經拉開 快將近500點的價差了 所以這個西波應該 即便是西波也應該有可操作性的一個空間 好那所以我們觀察一下 國際股市一個脈動 可是現階段以這個大盤在9900 那這個位置點做收視 初步的去拉上了9800點的 這個轉倉整理期間 可是在11月的台子期 或者密集轉行期間 它是從10100點到這個9800點 好所以現階段其實已經來到這個 逼近這二分之一位 但是頂多也僅僅只是多空評分 它沒有這個全線有多方掌握的一個架構還沒完成 但是比較好的現象是 我們可以看到這根長空可以拉上來的這個位置點 好之前的這幾天是摩台的密集轉行點 那現在好的現象是至少就11月的摩台來講 好它有機會是一個單月份的多方合約多方控盤 好所以在經過了這個連續的這個黑色10月的一個擊殺之後 好11月的前半段至少 好我們認為是一個反彈架構的一個行情 應該有機會去延續 那怎麼樣利用這個反彈的過程裡面 去稍微累積一點點的實力 然後去掌握這個中期回來 原先空方趨勢的可能性 好那以及我講的 如果大長線落底 我們應該在美股會看到 好接下來有回升那個訊號 那我在周上解盤已經跟大家講到 是說這個低檔好像有這個 鄉下卸行的這個味道 好那目前看到連續三天的彈升 好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現象 那我們就持續去追蹤後續盤式各局的發展 那也預祝大家周末愉快 在下周的時間點 交易順利